这个部分大家注意,这个选的方式,请各位注意一下 选的部分的话,请记得 如果你刚刚那个方法,Ctrl-shift向下不OK的话 另外一个方法,你要突发链钢这样选 可是这样选很容易选过头,这很难选 我建议还是把Ctrl-shift向下学起来 如果要选第二个范围的话,再按Ctrl-键 再去选Ctrl-shift向下,这样选 再往上,再Ctrl-键按住 然后再Ctrl-shift向下,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建议还是把Ctrl-shift向下做选取 这个要多选范围的方法,一定要熟悉 然后设定的话,记得图示级,用这个叫做五分类就可以了 当然未来,如果你觉得这个样式不好看的话 你可以做其他变化 比如说你可以针对这个,再做一个变化 变化题,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这样看不清楚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 像这个什么 五克中 就是圈圈的里面多跟少来表示说 到底这个 这个是五种方块 甚至还可以用上面,这边有很多种方法 反正这种好处就是说 你可以看图就知道说 到底数字是多还是少 OK 成绩是高还是低,类似像这样的 我们用这个 OK 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呢 再来就是针对这个 这个72动的Leader Ctrl-Shift向下 这个范围要做什么,比较不一样 要做哪些不一样 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一题最难的 他的问题在这里 他说 72动的Leader的栏位 把它选起来 然后要指定为什么 三旗字的图示及格式化条件 然后他说低于10%的话是绿色的 20%的话高于10%是用黄色的 其余不标示 其实这一题最难在这里 那怎么做 首先的话三旗字 这个地方图示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先把范围选起来 第二个的话 一样的设定格式化条件 那一样的找到图示旗 那你会发现这边有这个指标的话 有这个三旗字 这个在这里有 可是问题你不能用这一个 为什么 因为它的比例不对 它是要越低的 这个越低的表示成绩越好是绿色 其次是黄色 再其次就不标示 那如果你现在给它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不按照你的规则 这规则好像变快快的 你看 越低的应该是绿色 因为它变红旗 反而刚好相反 它有没有 所以不是我们要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换个方法 你可以用什么其他规则 意思是说如果你不要用它原来给的规则 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定义 重新再给规则 那怎么做 其他规则 好,点下去 接下来的话 一样图示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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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的话选哪一个 选这一个 我们这个三旗字 这个把它点下去 再来的话给条件 首先的话百分比有没有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当 第一个是其他当时 当时我们确定无格式 没有 那再来的话这边都百分比 百分之二十 也就是它如果是小于等于百分之二十的时候 做什么 还有另外呢 小于等于百分之十的时候做什么 哪一种图 各位有没有发现 二十的话实际上就是这个棋子 十的话就是这个棋子 有没有 你会发现这边的设定 这边会跟着变动 这边的设定 这边会跟着变动 那也就是说这个是 题目要是黄棋 那这个的话要是绿棋 所以把这边把它改成绿石 这边把它改成绿色的 那这边一样就是黄 就是不改 那其他的话这个的话就没有 不要显示 也就是说我们主要是要看出谁的成绩是最好的 就给绿色的棋子 那再棋子的就给黄棋 OK 也就是它的干数越少 负的 负越多的话表示成绩越好 那棋子就百分之二十 OK 这样子 所以这边做 这一题最难的在这里 只要你不要做错的话 应该这一题应该蛮简单 按确定 大家看懂吧 这个是没有 没有其次 那再来就是 百分之二十的 对这个 百分之十的 对这个 OK 包含 所以这边有小于 还有小于等于 他好像说包含 包含应该要等于 OK 等于 请问我看一下 确定一下 应该有包含 基于 它没有特别 这应该就是这个意思 OK 有盘 有没有 所以应该是什么 小于等于 低于百分之十 这里应该是什么 低于的话 以字面上意思 应该是没有包含 所以应该 这边应该这样 OK 这应该才是正确 以按照题目的叙述来看 低于百分之十 但是他说没有瓜胡含 那这边的话是含 所以特别注意 对啊 那所以这边应该是 小于等于二十 这时候 OK 所以小于等于 有没有包含 小于等于二十 看一下 低于百分之二十 且高于百分之十 那应该这个也是 没有才对 这样才 主要是看这边 应该看这边才对 这应该是小于二十 所以应该是这样才对 主要是看这里 那这边的话 应该是不包含 所以也是原来 那就不动了 这样原来就对了 OK好 按确定 看一下 那也就是成绩最好的 他会给其次 有没有 这个 负十七干 黄色的 有黄色出现了 所以也就是低于 假设越低的 他就是给绿色的 再其次的话 那给黄色的 百分之二十部分 大概是这样子 看一下其他 最后的题本里面有没有 负十四这边有 所以 应该理论上 负十四会有标示到 负十四的没标到 看一下 坦收需不向下 设定格式化条件 从这边其他规则 这边的话 记得改成这一个 这个是先没有 然后 百分比 看一下 题目是叫 这里 有没有看到 百分位数 看起来很像百分比 实际上是百分比 所以 应该在这里 百分位数 所以这边注意 这边要改一下 不能改成 他预设是百分比 差一个字 百分比跟百分比不一样 百分位数 这边通常要改成百分位数 那一样的方法 这边改成二十 这边改成十 然后这个黄期没有问题 这边要改成绿期 这样应该就符合他题目要的 按确定就可以 最后做出像这样 记得这个地方 要改一下 不然的话结果 就跟原来的结果不同 按确定 这样的话 基本上 他就会帮我标示出来了 那最后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去吧 最后他题目要 还有最后一集 就是将A1到N2的部分 A1到N2 填满颜色比较简单 填满 这边有个填满 浅预色在这里 把浅预色填上去 这样就OK了 刚刚是不是因为我做过一次了 所以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里面的设定格式化条件先清除规则 因为如果你没有把它清除掉 它旧的好像还是会在 所以我应该 你看这边有123 我做了三次 所以应该把这边都删除掉 不然的话它规则变成一个重物 把它删掉 然后再重做一次 这样应该就会成功了 图示其他规则 然后这边一样把这边改一下 这一题最难就在这里 这边把它改成没有 然后这边的话记得先改百分比 百分比 然后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十 黄期 这边改成绿期 这样就OK 特别注意 你每做一次 它就会储存一次规则 所以刚刚为什么有很多地方有 为什么 因为它是好几个规则 所以会变成 会有很多本来不应该标的 它就标了 没错了 有没有 只有14了 OK 请各位试试看这个部分 画面在旁边对我一下 最后的话 把这一集再另存新档 另存新档的档名的话 就把它存成这样 exa 102 把它存在桌面上 然后并且绞交这个座列就可以了 接触 好 有点